黄旗是补气之常 但是一般人不会补 一补就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黄旗的七个经典搭配 学会用黄旗 关键就是在于搭配 一 气血两须的人黄旗加当归 血须脸辣黄 气须就乏力 气血两须的人用黄旗加当归炖汤喝 黄旗是补气的 加上当归就成了气血双补了 而且不容易上火 如果加上当归之后还上火 说明你是阴虚或者是中焦预毒 虚不受补 二 黄旗加织母 张锡纯最常用的搭配 阴虚的人是不能补气的 一补气就上火 表现出来口腔溃疡烟干口干 大便干节等怎么办呢 张锡纯先生给了答案 张锡纯先生说 黄旗补阳气是地气上升 织母滋阴液是云气下降 黄旗加织母一结合 左生又降 雨就下来了 口中就能生金 三 容易上火的人 黄旗加麦冬 很多人一喝黄旗就上火 只需要加点麦冬就可以了 麦冬是个滋味中精液的药 药性平和 而且味道不错 四 肺皮两须的人黄旗加山药 很多人容易感冒 这是肺气须 同时又吃得少容易负账 这是脾气须 这种人就是脾肺俩须 黄旗加山药就很对正 黄旗补无形能量 山药补有形能量 配在一起补上加补 要是身体能接受不上火 这道黄旗山药汤 是一碗神奇的大补汤 五 预防病毒黄旗加金银花 黄金防一茶 防病毒效果大家有目共睹 效果还是很好的 黄旗相当于加了一个防护罩 金银花防住咽喉这条通道 病毒就很难进来了 黄旗温灶 金银花含粮 配在一起 适合大多数人喝 六 能量不足的人黄旗加生地 黄旗是温造的 生地是凉润的 黄旗得了生地之后不再温造 生地得了黄旗之后不再含粮 黄旗补气 生地滋阴 这样搭配七阴双补 针对能量不足的人来说 最容易补得进去 七 容易负账的人黄旗加陈皮 身体里气机欲堵的人 就容易负账 这样的人补气是补不进去的 补气之前先要礼气话谈 黄旗配陈皮 先用陈皮开路 把气机理顺 把痰湿化开 黄旗才能补得进去 在补中液气碗里 就有黄旗加陈皮 这样的经典搭配 八血管垃圾多的人 黄旗加山楂 血糖高 血脂高 这一类慢性病的本质 其实就是血液里的垃圾毒素多 可以用黄旗加山楂这个组合 山楂不但可以消食 而且可以活血化瘀 缺点是消耗正气 配上黄旗来补气 就